頭條開獎頻道 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華爾街日報他們引用的是這個智庫 傳統基金會的資料 這個基金會的資料是最新的 2023年美國軍事實力指數 結果它裡面說 美國的海軍空軍的戰力 根本就比外界想的還要弱 軍事實力是虛弱等級 蛤 所以呢 它這個華爾街日報的標題 就是直接是叫做 military growing weakness 所以就是weak這個字 傳統基金會對美軍的評價有虛弱 weak 然後又說 美軍甚至可能連一場重大區域衝突 都應付不來 海軍是弱 空軍是非常弱 所以通通都是弱 好 那陸軍呢 陸軍戰力下滑 不但重要性被海軍空軍筆下 甚至招募不足 2022的會計年度 根本還不足近2萬人 所以他陸海空三軍 通通都有問題 傳統基金會出這個報告 我不曉得怎麼評論他 因為這個基金會本來就相當的右派 他是不是發表這個報告以後 他軍火商的捐款就會突然間增加很多 也不無可能 因為你說美國的軍力弱 可是美國的軍費現在是全世界最多的 佔他們美國的GDP已經高達3.5% 他雖然不是像俄羅斯有4.5% 問題俄羅斯在4.5% 比他3.5%小很多 因為GDP的base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 美國是一個軍費全世界最高的 然後這個火力的指數在各種指標裡面 也被評為是最高的 那他這個可能是相較來講說 看起來沒有到達理想的標準 比如說我們的艦艇太少了 我們的這個少那裡少那裡少 可是你最起碼 你美國有一個東西是別人沒辦法挑戰的 你有6000顆核主器 這個全世界沒有人跟你比對不對 比如說中國大陸的什麼東風快遞 很厲害很準高超音速 如果裝的是常規彈藥 又有什麼用呢 有什麼威脅力呢 就像俄羅斯一樣 裝常規彈藥 發射到烏克蘭100多顆導彈 就打死19個人 搞什麼名堂啊 成本太高了吧 那你這個 中國大陸的核主器在多少 有人說300 有人說500 但是沒有人說有超過500 那如果美國用核威射 你中國大陸說 你等於是舉手怎麼樣 喊停 不敢打下去了 所以從這個核主器來講的話 從軍費來講 從這個各種配備來講 即使說美國海軍艦隊的現在的這個艦艇數 比中國大陸來的少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點 它的總盾對數還比較大 我們的盾對數它還是比較大 當然美國有一個傳統 就是從英國海軍或者英國以前在二次大戰以前留下來的記錄 就是我的飛機我的艦艇我的軍火力的指數 一定要對手的兩倍以上 我才有壓倒性的一個把握 我才打這個仗 所以美國如果到現在還想去維持說 我是中國大陸加俄羅斯加起來的兩倍 那是太多了一點 所以這個有點困難 如果這個講法的話 它是弱了 但如果不是這個講法的話 基本上美國本土是沒有人能夠侵略你 也沒有人能夠打敗你 也不可能是非軍到美國本土 你說中國大陸有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 俄羅斯也沒有辦法 那在這種沒有辦法情形底下 唯一的就是說你會覺得弱說 我現在去打中國大陸我打不下來 我會打俄羅斯我打不下來 唯一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用這個東西要形容為很弱 這可能是距離它的主觀標準是弱了 但是客觀的比較來講 它現在還是世界最強的 好那所以呢 現在剛剛其實這個 委員有提到說 出了一個這樣的報告 背後是否也可能涉及到有軍火商的利益呢 就是因為弱或者是非常弱 所以就要趕快增強 增強它的實力 那當然就是要什麼 要補彈藥啦 沒有我補充一下 它裡面的借力的精華是什麼 說要把現在3點多%的這種 軍費的GDP要提高到5% 我老天爺這什麼個花錢法 對就是軍費要提高 在GDP的比重 軍火商的收入就至少加了一倍啦 對3%增加到5% 或甚至到6% 就是這個報告當中 是不是就是最精華的關鍵字呢 然後靜頻 那我們也看到 現在動不動就說 中國有帶來威脅 俄國有帶來威脅 所以北美航太防衛司令部又發聲明 說有兩架俄羅斯的 土九五熊式轟炸機 在週一接近美國的阿拉斯加 飛入防空識別區的時候 美國的空軍就趕快出動了兩架F-16攔截 但問題是並沒有進入到領空 可是又要一直強調的就是 他們的戰機帶來了好大的威脅 所以是不是這後面隱含的關鍵字 也是要增加軍費 或者是要增加他們的軍火 那另外一頭你看到路透就分析 說日本打算這五年間展開二戰結束來 最大規模的建軍 嚇阻北京在東亞起戰 所以為了要對抗中國 所以日本現在要展開最大規模的建軍了 那豈不是又在幫助美國的軍火商 來增加日本的實力呢 怎麼好像聽來聽去都是同一個關鍵局 第一個那個土九五熊式轟炸機 它是屬於長城的戰略轟炸機 所以它的這個航程 就算是飛到美國阿拉斯加 它沒有進入領空 但是因為掠過了它的防空識別區 在飛航情報區之間 還有它的防空識別區 所以會讓美國緊張 所以它就出動了兩架F-16的這個戰鬥機 去對它做一個這個驅離 它也不敢怎麼樣 那可是土九五的這個熊式長城戰略轟炸 它是可以攜帶核彈頭的這個炸彈跟飛彈 還有巡弋飛彈 的確是會讓老美緊張 因為剛好現在俄烏戰士這個狀況 芳心慰愛 那土九五從阿拉斯加 白海北極圈那邊掠過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會讓美國想要知道 我覺得這是俄羅斯的例行動作 但美國做這個其實也是不想讓 俄羅斯就是太囂張 跑到我家門口來 然後後院繞一下 然後我就不理你這樣子 然後會讓俄國覺得說 好像騎在美國頭上 這是美國的反應 西澀式反應 那至於日本的這個強軍 我覺得就是延續這幾年來 一貫的連日至中 連台抗中這樣的一個道理 對台灣而言 就不斷的賣軍火 對日本來說 那就是跟你可以開始發 除了核武之外的一些高能量的一些技術 和這個軍備 都可以跟你開始做一個研發 日本也很聰明 比如說他拿到了這個美國技術之後 他自己也開始研發 他自己也要部署以及量產 他的124的這個艦隊 就是陸基型的反艦飛彈 那就是部署在他西南的諸島 包括沖繩 包括我們之前講的宇納國 還有這個石原島這些 都是為了反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這個海軍的艦艇和他的艦隊 然後還有包括跟挪威的這個公司 一起研發他的一個這個 空對地的飛彈 以及取得美國在這個MAS AMS 這個在給烏克蘭的這些 他最先進的國家先進防禦系統的這個飛彈 也都給日本 然後跟日本這個做一個技術的轉移 然後日本也要跟落馬公司合作 這些你都看得出來 落馬公司也是美國的啊 對啊 在軍火山就像剛剛蔡正元委員講的 軍火山在美國賺大錢 那不只這樣 在日本也發大財 因為貨出去啊 然後人也出去啊 然後也幫助他 然後也把那個日本的 這個日本的這個國防預算 他翻倍到10兆日元 是新台幣2.14兆元 然後所以這五年內 再加上我剛剛漏了講 2030年 他還要跟英國合作 研發最新型的逆中戰機 風暴型的戰機 所以日本的這個軍事力量 和他的裝備和那個 把他整個up rate 把他抬升之後 那接下來他不就是用這些力量 來反制中國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 714 享有折扣喔